我是希希 我是叔叔 我們是希希叔叔 我們又回來了 沒錯 這次在LTV裡面 我們還是要準備好看的東西 沒錯 給大家在快要開學之前 可以邀朋友 或者是男女朋友 一起去欣賞的電影 對 這次我們要介紹就是 天氣之子 這次在天氣之子裡面 我們女主角巨蜥 是一個可以操控能力的女孩 當然講到星海誠 你們就一定會想到 他們上次的大賣座作品 超好看的 妳的名字 沒錯 我就蠻好奇 到底是什麼樣的性格的導演 會寫出這麼純情的故事呢 星海誠是水瓶座 水瓶座他都會覺得 他有點花心的難搞對不對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看星海誠電影 就知道如何跟水瓶座談戀愛了 就是要時空交錯 要保持距離 要偶爾相會 這樣才會美 好偶爾相會 大家就會想到他之前的故事 那個秒數5公分 或是秒數5厘米 這三段式的故事裡面 都呈現了這個時間 在戀人之間的遺憾 我覺得是相當好看的一個作品 那當然天氣之子 因為上次你的名字的大賣座 所以這一次的 整個宣傳上 都會令人非常期待 到底純愛能夠怎麼樣的 轉換手段呢 讓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囉 講到純愛 剛才蘇菲亞你覺得 十二星座裡面 誰最純愛 我覺得純愛可以分兩種 一個是對情人來講 一個是自己覺得自己是純愛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看星海誠電影 那個秒數5公分或是5厘米 你會覺得那裡面的純愛的星座 就根本在說了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四個星座 這個包括水象的 這個巨蟹 天蠍 雙魚 還有土象的金牛 等一下為什麼水象全上吧 這麼好 咒感情 好好好 了不起 剛才有沒有發現純愛很重要的幾個元素 在電影裡有講 第一個 你一定很年輕 你不會談太多的戀愛 第二個一定是要接觸 但是又沒有很多時間接觸 更重要的是啊 因為這幾個星座 他們有的時候會有愛 但是有口難言 加上我們這個火象星座對不對 喜歡就是告訴你我喜歡你了 我上來我家看DVD 你在高中生嗎 我現在沒有看DVD 你先來我家看MOD嗎 另外有一種純愛是 自己認為的純愛是精神上的 像天秤座或者是水瓶座 像我們導演 他就是有一種要呈現 生命時空裡面那個 短暫相逢跟永恆之愛的味道 如果你想要看純愛片的話呢 特別是有這幾個星座朋友的朋友 我們會特別推薦 各位可以去看天氣之子哦 而且我們有抽獎活動對不對 會在我們LTV相關的社群頻道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 最後才知道我們今天到底要介紹哪個片 然後推薦哪個片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到時候考大家說 哪四個星座是最純愛的星座 別忘了哦 你就記得以下四個星座就有機會抽獎囉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結束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西西 我是蘇蘇 我們是 西西蘇蘇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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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